孔雀5居然黑化了 他要封印城之内的灵魂 上来就发动奥利哈冈的结界 要与城之内来一场生死局 而且也是个不洗牌的选手 第一回合就召唤快乐女郎 城之内现在很猛 他并不想与大5进行赌命的决斗 小表开始发声 让王漾用千年公寓干扰结界 这时多马三剑克表示没有用 老表你不是试过吗 这时拉斐尔想要与王漾打牌 大5立刻呵斥 现在的他十分膨胀 他要将城之内与王漾全封印 既然如此 那就让赌王教育你一下吧 搞起搞起 后手召唤小青龙守备 轮到大5回合 继续召唤快乐女郎 一爪子挠废小青龙 继续 老娘还有一只 就这样 城之内也挨了一爪子 王漾与小表在场外分析局势 因为奥利哈冈会提升攻击力 而城之内的低攻拉闸怪兽一大堆 并且现在意志很是不坚定 只是召唤拉闸怪兽进行守备 面对大5的攻击根本顶不住 马上就要再被挠时 发动炮灰羊羔 刚以为能够几回合 大5立刻打断 发动恶魔的三面颈 根据对方召唤的怪兽数量 可以让几方怪兽复制出同等数量 也就是可以多出四只快乐女郎 不过还好 大5给城之内留了个机会 复制的怪兽当回合就不攻击了 只是盖牌结束回合 面对场上的六只快乐女郎 城之内只能靠神抽 是黑豹 赶紧召唤上场 立刻就对女郎发动攻击 而大5微微一笑 发动陷阱卡珠雀之阵 这是个快乐女郎定制卡 场上有两只以上的女郎才可以发动 可以挡住一切的攻击 而城之内现在还以为是 大5被多马洗脑了 这让大5有点梦 表示自己并没有被控制 这一切都是他自愿的 然后就是打牌打出了回忆 自从战斗成事之后 大5感觉自己被城之内超过了 心里十分嫉妒 再加上睡觉时 总是做噩梦 并且梦到的还是盐一王 当时给他留下心里阴影的那个人 这让他常常从睡梦中惊醒 之后在一个雨夜 偶遇了多马的巴龙 进行了一场不为人知的决斗 以大5的女郎全面收场 最后巴龙趁虚而入 替多马收编了大5 得知了大5的经历 让城之内更加的没有斗志 而大5是越打越来劲 发动魔法卡凤凰之阵 可以根据几方女郎的数量 破坏对方相同的怪兽 而且被破坏怪兽合计的攻击力 将扣除玩家的生命值 那么搞起来吧 六只快乐女郎化身凤凰 扫灭路上的一切障碍 城之内的生命 进入风中残烛阶段 但小伙现在提不起干净 他竟然要为了女人 放弃自己热爱的打牌 就在要盖盘认输时 王阳紧急叫停 城之内听完脸都黑了 他不能让大5去面对口胡王 怎么这灵魂都得没 那就没在老子手上吧